大家好我是小林每天给大家去新鲜 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华外消息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炸了 最新的卖地数据出来了 我一看那是不得了了 真的是玩肚子了 一点油水都炸不出来的程度了 竟然是有地方的省会城市 你想到吗省会城市 您鸣鸡蛋 一块住宅地都卖不出去 真实的流排率高达97% 您住宅地卖出 怎么回事 住宅地这地方的地压根就卖不出去 现在都不要不要的了 整个地方政府没钱了 与此同时 股市一个经典的数据也出来了 就是今年的基金 基金的销售金额也是出来了 那也是残不忍睹 压根楼北信也是穷得不要不要的 哪里有钱 现在这个炸菜都要省 降酒都要省 这样的情况下还买基金 还买基金 这股市这楼市怎么刺激 现在就是刺激 这个无机物 无机物你怎么把它变成有机物 是吧 如果说的很客气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重磅新闻 就是今天这个数字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出来一个关键的更新动作 哎呀 这离大面积推广落地 真的是不远了 看来真的是有点东西 我们一个个来看 先看这个最新的土地拍卖数据 来看 哎呀这个艰难 或许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留意到一个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最典型 可以讲是经济还不错的一个城市 是哪个城市呢 沈阳啊 所以这个怎么说 也是个省会 想当年日本 这是想想过来 这个拿下这个什么满洲国 什么中国东北的时候 当时奉天嘛 就感觉一个 这个沈阳这个地方很好 所以沈阳现在什么公安局啊 那那些大厅仍然是用的 是以前那个日本那些 啊什么军队啊 军队建的那个什么 就现在的公安局大厅啊 跟这什么博物馆 哎港港的 致电港港的 当时那日本 日本当年也是老子进水啊 把这个沈阳当做什么东方巴黎 那个清国之力千年大气的 来来的做的 这个基础可是港港的 当时啊 就是那把他当做自己的地方来建 哎呦 你说啊 这个这个日本也是那太老实啊 这样他不是说挖光当地的资源 来供应这个日本不是 他清国之力建设沈阳 现在回头看是老子进水的啊 但是反正这个沈阳啊 这么还算不错的地方啊 共和国的长使啊 三月份哎发布了这个 沈阳是2023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三月份的时候就公布了一个供应计划 计划才是个计划而已啊 当时这个说2023年啊 我们要供应多少年啊 191,971公顷以内啊 住宅用地我们要供应145.7公顷啊 就做了一个这样一个计划 就这个计划啊 已经是够差够差了啊 比2022年啊 22年都是全国封城啊 比22年的时候都下降了不少 你看22年的时候供应多少啊 483.9公顷啊 那今年的计划才是22年的计划的 三分之一都不到 今年的计划是145嘛 那这是三月份的时候他公布的计划啊 但是没想到啊 没想到实际的情况更加糟糕啊 这个沈阳啊 这个土拍啊 在这个以为这个缩减 但没想到今年上半年啊 今年上半年这个啊 到六月份为止嘛 这就最新的数据了 沈阳你知道吧 啊 这个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到今天为止 零零啊 一块住宅用地没卖出去 表面上去挂挂出来一点点地啊 啊 在大部分绝大部分 70%是国有国资啊 这个国有企业 这个左手倒右手 现在很多城市都这样的 你不要说这个沈阳了 就广州 广州很多的地啊 都是自己什么珠江地产啊 月秀地产 自己买自己 还有一些这个谈妥一下 连万科都不太拿地了 说真的 现在万科自己都是离菩萨过疆啊 自身难保啊 连什么宝列宝列 他他报是不报 但是 他本来也没怎么运营嘛 那这个宝列 然后这个 沈阳今年上半年住宅用地啊 今年是零啊 吃了零鸡蛋 卖出去一点地 基本上搞仓库的啊 这个有没有住宅地的有一块 但实质上是什么 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就看出来了 其他这个住宅保障性住宅用地 为什么就有呢 这是中央有专项资金来做的 就这是细胞质的意思啊 就说这这商用地是商业什么这些房楼市啊不用了啊 资本无序扩张不用了 要搞什么呢 啊 这个这个细胞质感觉不错啊 他说我们的建公有住房啊 保障性 哎 你看我们多伟大啊 这这些东西呢 细胞质喜欢啊 细胞质喜欢 所以下面也是这么来操作 下面也要搞GDP啊 也要搞点这个这个回扣啊 你你真不建设怎么行呢 所以上面那个一群官员吧 官员啊就给西胞子吹的点风 哎 我们那个伟大祖国的搞点工有住房啊 我们现在更好听一点 叫工有住房还不好听 保障性住房 哎 你看这就是什么 中央对庶民 中央对批民的一个恩赐啊 国家保障你们呢 你看啊还想怎么样啊 还不敢卸主隆恩 是吧 保障你们住房 哎 你看中央多伟大呀 啊 所以这个 这这这个有专项资金啊 这唯一搞了一块 可想而知啊 沈阳的土地拍卖市场压力有多大 其实不只是沈阳啊 很多城市工地计划 今年都是减少啊 减少 而赵庆 你看赵庆啊 广东的赵庆 商住直接也是归零啊 赵庆不是不是省会啊 但是属于大湾区啊 大湾区啊 你看那广东也不行啊 这个东北省会也不行 好歹这个 你说这个这个沈阳 这说算是最好的了啊 然后这个 同比减少百分之百 就归零嘛 商住都都搞不动了 现在除此以外啊 长春普通商住减少百分之六十六 重庆普通商住减少百分之六十啊 这个工地计划啊 然后呼和浩特普通商住减少百分之四十九啊 那这个出这个是只是计划哟 实质上啊 实质上有网民就发现了 就实际上他有一个叫什么呢 真实流派率啊 这个计划减少实质更差 比计划更差 就是跟这个沈阳一样的 比如是这个成都啊 成都今年计划已经算少了啊 就简直是让这个市场啊 现在慌的一批啊 这个大家都慌了 这个简直都不动了 这GDP都耍不起来了 成都计划 今年的计划呀 完成度只有多少 百分之二十 这计划比去年少 但实质上计划都没完成啊 计划只完成多少 百分之二十 他也不敢卖太多 卖太多把这个市场都弄垮了 我说这地方你说什么话 在呀盘活风险呢 我说怎么盘活啊 你真盘活就真砸出去 你把这市场都砸烂了 现在市场为什么没完全崩啊 为什么没完全崩啊 就是因为没没大力度化债 真大力度化 化债是什么 这个小粉红物包一听 化债宝 债务化解 这不错 这个中央领导 这个习习包包 包包一听 哎 化债不错 他就不知道化债代表什么 化债代表卖出 不卖出东西 不砸东西出去 能化债吗 所以很多分析没有看到实质 所以化债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两个字 就是他要砸东西出来 但砸不砸的东西 你真乱砸的话 真这个市场就崩溃了 那现在地方政府他卖不出去 所以他就忍着 就自己东东罗西臭 也不敢大力度化债的原因是什么 就怕把市场砸了 先先卖一些什么卖车位 就感觉比较好卖的先卖那些 你比如万达 万达现在在卖什么 万达今年就把万达电影基本上清空了 就能卖的先卖 感觉反正有人买 有点沿接盘的就卖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要理解逻辑的矛盾 发现大连网友大连的隐性流派率 哇高达多少 92% 92在不少城市当中相当突出 那啥叫隐性流派率 现在发现一个什么 有很多开发商所谓卖地拍了之后 长期不给钱 你比如其实很多 今年我们看到碧桂园就这样 碧桂园最近闹出来 不是佛山市政府 就催他要账 就说你拍了 拍了半年都不给钱 所以我们除了关注表面流派率 网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叫什么隐性流派率 发现大量的 因为政府是宣传 他肯定宣传好的方面 最典型一个例子 我告诉大家是什么 俄乌战争 为什么 我拿俄乌战争都当做例子 俄乌战争这里 俄罗斯肯定偏向于说他的损失比较少 他肯定这么宣传 而乌克兰倾向于夸大他的这种伤亡 因为乌克兰是被侵略嘛 他会就宣传口上面 他乌克兰会倾向于宣传他 我们这个很多人死伤啊 我们都不得了了 他会倾向于这样 然后俄罗斯会倾向于宣传他没有伤亡 这个好像表面上看 说俄罗斯这个不错哦 乌克兰被打得不勤 表面上是这样嘛 对吧 然后就很容易就被这种 这种 他他有个宣传的倾向性 我的意思是啊 这个就只看表面 有些小朋友 欧俄罗斯好像没听说过 俄罗斯有什么损伤 因为他不会公布出来 乌克兰老是这个好这个不得了哦 被被摁的 他会倾向于把这些东西公布出来 因为他被侵略嘛 而他他有个宣传的倾向性 那中国政府一样 他的宣传的倾向性是什么呢 倾向性是 呃 说这个这个成交了 但实际上给不给钱 他不说 实际上很多这个就就呃 就实际上是是没给钱啊 现在出现很多的没给钱啊 所以网民们现在都要统计什么 隐性流派率啊 但是实际上那个这地方 实际上俄乌战争是乌克兰 那个这个打的这个俄罗斯满地藻牙 是吧 所以这个 这是一种宣传的倾向性啊 这个导致的一些认知的偏差 是吧 所以这个我们发现这个城市债务 也是越来越厉害了啊 这个罚款也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都不止是罚款了啊 现在 呃 很多地方啊 比如报道出来 北京的同这医院最近不是主要 因为没钱吗 没钱现在医院不动 所以这个席包子的医生令下 真的是搞得该猛啊 别啊 你看9月1号啊 北京同仁医院医护啊 大幅度降薪 夜班费减半 导致医护人员不满 从业人员称 目前同仁医院啊 周末手术全停了 工作日手术量大幅下降 哎呦 一盘大邪啊 真的一盘大邪 那现在老百姓你看 真的就是看不起病了 他这医生也躺平了 这个看啥呀 算了 你不用看了 这个不用看 那个不用看 我还不知道少做呢 所以这种倾向 其实前几年反腐 在官员里面就经常这样 就是我宁愿少做 就以前啊 在江湖时期吧 有很多官员贪污是吧 其实今天也贪污啊 也差不多啊 在之前没没有这样的乱打的时候呢 当时有些官员 他自然而然跟民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他无为而至嘛 他说贪污 其实每个社会都有一点贪污 没有绝对归零的嘛 但是呢 他这个之前形成一种 就我们贪污一下 然后把这工程搞起来 大家就闷声发大财了嘛 大家就吃香喝烂了嘛 就天上人间了嘛 那现在这细胞是 这反腐嘛 这官员反腐 13年反腐切身 就后来就发现 这官员都躺平了 啥项目不愿意干 这就是个人底层逻辑 这就导致 我们就个个都不干 啥工程不干 啊 后来再过了一段时间 发现习包子 习家军可以乱搞 那就变成了 只有习家军在乱搞啊 都都搞习家军说搞什么 搞什么啊 习家军说搞电动车 一轰而上全搞电动车 所以为什么内卷呢 因为这个 哦 只能发现这个样搞 就搞这个 大家都搞这个 啊 这个啥 啥剧不让拍 哦 抗日神剧可以拍 大家都开拍抗日神剧 啊 现在医院一打啊 医院也出现这种 代工的现象嘛 就 大家就不做好过做咯 是吧 这个这个 所以地方政府一没钱呢 啥都动不了啊 现在啊 与此同时 这个 很多的高校 哎呦 你看这个高校 现在竟然出现什么呀 2023年马上 就这不是马上了 已经开学了吗 秋季开学季 全国多所高校啊 学费掀起了涨价潮 哎呦 涨价潮 洗淫涨价 啊 今年以来 包括上海 四川 吉林多地 陆续调整 公办高校 公办 我还是 我都没听说过 外面资本主义社会 公办学校涨价的 就很多这个留学生 在在日本留学 都是减免这个减免纳赫 中国这样涨涨下去 那这个中国的学费比日本还高 分分钟的 你说这个中国学不到一点东西 这整天都打酱油 是吧 上学 上涨幅度在10%到54%不等啊 调整之后 全国多所公办高校啊 就本科专科 大学现在读大学越来越贵了 这些便宜的 有些便宜的主要学得出来 又没有卵用啊 便宜基本上什么文学啊 这种啊 集中华东理工大学啊 华东理工 哎呦 部分专业涨幅达到54% 哎 54% 按照多地已经公布出来的收费 标准通知 啊 现在新生全部要涨价啊 这个以前的快毕业的就算了啊 这个归结原因啊 这个这个说的臭不要脸啊 多年来未调整的学费 已经制约高校高质量发展 其实这学费能有多少钱 说真的 这高高校你说指望这点学费呢 真的也是见得贵 你想你给这个学生做做实验 搞晶片 搞光刻机 一台光刻机多少钱呢 多少个亿 你是指望学生的学费来搞科研 那那不就见得贵了 那搞实验 搞搞化工 那个随便搞 搞些实验 多少钱啊 你指望这点 学费去去 这提升高质量发展 这这这纯实弹啊 纯实弹 这不是第二大强国吗 不是厉害了我的国吗 怎么都还要说我呢 啊 所以这个 这就这个啊 然后赶紧报一下这个今年啊 今年这个股市啊 股市基金销售情况 基金销售情况 今年啊 遇冷啊 全一类基金发行规模创下历史新低啊 截至9月2号 今年新发全一类基金平均发行规模4.75亿元 创下历年最低水平 多数全一类基金发行困难 甚至出现目击失败的现象啊 机构和一类人士表示啊 由于股市持续震荡调整啊 啊 这个赚亏钱效应明显啊 所以基金发行很惨淡啊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今年以来新发行的基金437个 平均发行规模只有4.75亿创下公募基金历史最低水平 当然了 买的都亏钱 谁买啊 这基金啊 现在这个发行规模比08年18年还要差 历史最差 历史最差 所以细胞子急了 在细胞子治理底下 股市历史最差 楼市历史最差 体育运动历史最差 什么冬奥会 这个是找个美国人来来来来来拿金牌 这几个意思啊 其实都这简直是 这还大国崛起呢 不要脸啊 不要脸啊 万德数据显示今年这都是普遍亏损啊 普遍亏损啊 对于发行规模 很多还发行失败啊 部分基金募集是几个月募集半年 募集失败 没人买啊 现在现在都出现这种情况啊 所以什么基金销售的 我觉得够呛啊 什么股市刺激 昨天晚上还还搞那个什么 量化基金 我觉得量化基金这个是量化交易这个东西打击 我觉得股市不太可能会好 没有人在里面投机量化这个搞来搞去的话 这不更没人交易 这个市场对不对 我我都觉得这很奇怪 但他量化交易只会有一个结果 就是什么呢 他整个其实就都管起来 国进民退 哎呦 我有机会再说啊 我都感觉这个这个 这个可能配合配合后面的行情 可以可以说一下 他最后一个结果 就反正大家没人玩 没人玩了啊 这个这个这个他他说这个什么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嘛 他说我们只能炒国就是底下连你的钱啊 这当他那个什么中国特色估值体系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跟抢钱没什么区别 就我告诉你啊 就是我习近平告诉你你只能投这个 你不能投那个 那干脆别上市了 你只上市国有企业上 只能买那个政府指定的股票啊 政府指定的房子吧 啊 这是等于定向割韭菜嘛 韭菜只能到那碗里来啊 我给了你一个碗 你只能到碗里来 这其实跟抢钱没有区别 搞什么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跟跟什么啊 不不让投机 只只让房住不炒 这跟抢钱没区别 就你的钱进去了不能出来 你只能进去 然后等这房子烂掉 这跟抢有什么区别呢 这都没区别啊 那还有个抢的就是数字人民币啊 我们说到9月3号 最新的新闻啊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啊 有这么个玩意儿啊 沐长春啊 这个玩意儿啊 表示啊 就在这个2023年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面 要实现用数字人民币作为所有零售场景底下的支付工具 所有 所有啊 里面比较关键的其实就这个啊 这一段啊 要实现升级的就是零售场景的支付工具 所有工具用数字人民币啊 怎么所有来提到微信支付宝啊 作为运营机构 商业银行的涨银APP什么什么银联的银联散散付啊 什么招行散付啊 这个都是在这些啊 然后其他第三方什么这个这建行就有个农付啊 农卡是吧 然后这反正这这些全部取缔啊 其他第三方支付APP钱包等供应商什么 第三方有些比较有名的就是什么拉卡拉呀 是吧 呃 这些全部取缔啊 要有合规意识 要扶承监管啊 扶承纪律 听指挥啊 要统一一二维码啊 二维码标准 互认啊 其实就把这什么微信支付宝全部纳入管理 全听数债民币的 以后这些只会成为一个钱包的外壳 里面全是数债民币 就像微信跟支付宝只是这个钱包都不一样 他们只是一个钱包 里面的钱只能指定是数债民币 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这些工具本身不是钱 他们只是个这个钱包啊 比如支付宝是一个钱包 微信是一个钱包 然后这个钱包设计不同的设计 精神也有的大钱包 有的小钱包 有的皮皮钱包 有的不支的钱包 就这个意思 就所有的工具收归管理 这可能是数字人民币扩大四点 还有这之前已经听说要扩大四点 这是全面推广的一个关键一步 如果所有渠道其实里面的钱都是数字人民币 那就一次性全全部搞定了 因为大家基本上都在用微信支付宝 只是微信支付宝里面的钱 现在是传统人民币 把它换成数字人民币 使用的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里面全换成数字人民币 明白吧 其实就把这些第三方支付这个钱包 掌握了 那全面推广到到全社会 其实应该来讲是很快的 应该来讲是很快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因为大家都是通过这些工具来的支付 那象征着他准备要要干干一票大的 坏人遇到困难 就要干坏事了 这拜登说的是吧 那这个估计也也说对了 准备干坏事了 所以墙内的小伙伴 软啊跑啊这些就抓紧 抓紧就对了 随着情况越来越糟糕 他肯定也是升级 那先说这么多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 拜拜